想买长江基建1038收息 应该是什么位置买呢? Kinder来的 长江基建在恒指的分类 是属于公用类型的股份 所以公用股传统来说 大家都是考虑是一个收息 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价值 但需要留意长江基建 现在的股息率大概是4.8厘 连5厘也不够 对应很多内银股 已经是6-7厘 以收息角度来看 长江基建不算是吸引的状况 但考虑价格的走势 现在一直是一个稳步上扬的格局 所以除了收息之外 如果你都考虑去赚价 我相信长江基建 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不过在收息期望 就不适宜太高了 可能在现水平买入的时候 未来一两年 可能股息率都会维持 在4.5厘至5厘之间的位置 如果接受到的话 现水平都可以考虑吸引 但如果只有4厘多 你可能未必那么吸引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 股价就下跌 靠近50元这些位置 才考虑吸引 股息率可以有超过5厘 投资价值会更加高 不好啊